哈囉大家好我是Denise 今天我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我要去拜訪博斯聖誕節的花燈步道 好快喔 我現在已經12月了 2019年最後一個月 那12月就是當然屬於聖誕節的季節啦 每年這時候呢 澳洲政府就會在市中心設置各種 關於聖誕節的燈飾或是裝飾 那它今年總共設計了三個步道 分別是紅色、藍色和綠色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就可以點進去看要怎麼到這些步道 因為它設計了一張地圖 你只要照著那個地圖走就可以了 那這三個點呢 紅色和藍色是設在市中心 綠色的話呢在Espers遠一點點 所以可能就是要坐公車或是開車去 全部的步道加起來總共有27個點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把27個點全部都收集完 希望囉 那廢話不多說我要趕快去換衣服 準備出發囉 我們現在第一個點是在Elizabethski 有一隻非常非常大的迷路 現在十點已經是晚上八點了 已經天黑了 所以可能照出來畫質是很好 那我們現在找到我們第三個點 超漂亮的是熱氣球 聖誕節的Light Trail好好玩喔 好像在尋寶一樣 你都不知道下一點你走到的時候會是看 看到的會是什麼 聖誕樹 我們到了第... 不知道第幾個點了 這是什麼掛在聖誕樹上面的那個裝飾 然後放大100倍吧 好喜歡這個就是一個聖誕禮物 好下一個點 然後我們... Nuts Cracker 在國際室裡面 在逛街的時候就會看到 在逛街的時候就會看到 現在日子是... 晚上十點有二十分 然後我打算要出門尋找 藍線的聖誕花燈 其實昨天計畫呢 要走完紅線和藍線 但是殊不知... 走不完 所以呢我就演到... 分成...三天 非常非常期待 不過呢 今天又比昨天還要更熱一些 天啊我現在... 現在... 現在是晚上 然後還... 我有穿衣服喔 哈哈 好好走吧 我趕快出門啦 你要去Number 4了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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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為止看到最喜歡的是... 聖誕老公公的車 好像那個龍貓的車子喔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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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個很容易開心啊 這個活動... 一直... 會到 Boxing Day 12月26號 所以趕快去 趕快去啊 我們還要前往下一個站 下一個站我大概知道在哪裡 在野根Square 做太好 今天戊不到在佩莎來英里的時代配有個菜喉 我看很多路人走過去的時候就一直跳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跳 然後我現在要到 另一個景點 掰掰 聖誕樹超級大 現在到了我們第八個點 那這裡很吵 那上面是 運氣超多的聲音不知道 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像可以按吧 關掉了 是不是太晚所以它已經關掉了 太令我傷心了 好吧 這個點沒什麼東西往下一個 我到了下一個 這個 也是聖誕樹 但是就是沒有這麼亮的聖誕樹 就在那裡 下一個點吧 兩顆星星就在那裡 我終於來到 East Perth 今天要來尋找 綠線的聖誕花燈 看來尋找到 冷靜的嗎 我沒想到 你不想要多點 是說 有一個 好多點 這個 我覺得今回有空 有一個空間可能會有空間 所以燈還沒亮 好美喔 這應該是我現在看到第二個喜歡的 第一個還是聖誕老公公 這是第二個 經典所以很大的一顆 球 應該是過在聖誕樹上面的那個裝飾吧 走 第三個點了 腳踏車 開燈了 開燈表示六點了 這一條總共只有四個點 然後我已經做完其中三個 然後我再看一下地圖 還有一個在遙遠 非常遙遠的另一邊 所以 可能就不打算去了吧 那我已經完成我的聖誕任務了 我已經 拿到了紅色 藍色和綠色 雖然我沒有27個點都走完 因為我就是一個大路吃 常常就是miss掉一個點 或是我根本就找不到在哪 像是現在最後一個點我完全找不到 然後我研究了很久 才發現我完全往反方向走 想說好吧 那就算了吧 現在已經走到公車站了 準備搭車回家 完成了我艱難的任務 因為這三天呢 波斯就是熱浪來潮 溫度直達40度C 真的很熱 我已經全身是汗 但雖然很熱很乾燥 有點太乾 但是比起台灣那種超濕的氣候 我更喜歡這裡 我是自從來這裡 我就在上波斯 好啦 這裡話不多說 總之呢 希望你們都有一個美好的聖誕節 祝大家聖誕快樂 謝謝你們觀看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分享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掰